3C时代小朋友人手一支酷炫智慧表 不过中国一位妈妈去年在网上买了这款 中国骑虎360集团推出的儿童智慧表 最近发现女儿用语音系统询问 中国人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吗 这回答让她两眼一黑 数落起来滔滔不绝还越骂越上瘾 中国网友震惊 怎么能一本震惊已毒乱回 尤其还灭自己威风 智能表问答出包 惊动公司老总 360集团创办人周鸿一亲上火线 解释出问题的表 是两年多前旧版本没装入公司大模型 是透过抓取网络公开资讯回复 周鸿一强调旧款会竞速在两周内升级 还用新版示范回答绝对不回三观 据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五到十二岁孩童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佩戴智慧表 虽说家长最重视的是安全定位 但也是小学生的社交神器 尤其现在功能越来越多元 也难怪AI语音出包短时间内就引发渲染大波 暂地新闻 柯雅涵报道 请不吝点赞 柯雅涵报道